法国留学的面签计又要到了 最近9月份去法国留学的小好伴 基本上都是在近期办理签证的 最近针对大家问的一些问题 我想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首先很多人问到过 然后今年是不是签证申请的人数非常多 我们要排的时间非常的久 就目前我这边的情况来看的话 旅游签的话 包括这种短期语言学习签证的话 是排的非常远了 我最早的时候约过沈阳的一个 我看到在5月份我去约的时候 都已经排到8月份了 这种短期签证包括旅游签是排的很远 但是我们长期留学签的小好伴的话 大家也不要焦虑 基本上你这周选下一周的面签时间 都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递签时间也是跟旅游签应该是分开了 最近就针对于签证的应该如何 面签如何去准备 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 首先的话我们一定要告别去死记硬背 面前观现在问的问题的话 是非常非常主观的 所以大家盲目的去背这些东西 你有时候的话 可能一旦听到一个关键词 直接就把你整个一串去输出来了 面前观的话 一听就能听出来你是背的 背的这种的话 他们是非常反感的 所以查一下你要表达的这些关键词 用自己的语言 哪怕你表达的不太好 他顶多会觉得你的法语水平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至少你的计划这些是合理的 所以大家不要再去盲目的背了 查一下关键词 用自己的话试着去表达出来 最好也能找一个人跟你去对练一下 这样的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需要准备的几个弊问的问题 首先就是对于已经工作 小伙伴来说的话 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 你为什么要停了你的工作 去法国上学 那有人会说 我想换一个更好的环境去生活一段时间 这样的 那这种理由很明显是不成立的 我们记住 只要是长期留学前的 我们都要以学习为目的 那比如说常见的一些理由 大家可以以这种在岗位上面工作了很多年 如果我想晋升的话 得到了很大的限制 因为我的文凭 所以我想去法国再读一个文凭 这种规划的话 就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了 我们是以学习为目的 为了自己以后拿更高的工资 进到更高的岗位 所以我需要一个更高的文凭 但是具体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一定会问的是大家的学习计划 也就是说你在法国第一年要做什么 之后你要做什么 这种的话会涉及到大家的专业学习计划 第一年通常我们很多学生都是要学习法语的 你要考到什么样的法语水平 这种大家就需要在学校的官网上面找到 你的所就读的这个专业的话 需要的语言水平是多少 是C1或者说是B2 现在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像一些热门的专业 很多法语专业的小好伴的话 大家都申请的 这个专业对外法语 那这个专业的话 现在基本上很多学校的话 要求写的是C1 但是根据在那边的实际情况来看的话 有一些学校把要求都提到C2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不知道的话 高教署的人是知道的 他会觉得你连这个情况都不知道 那你去法国学习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年要考到什么样的语言水平 之后的话 如何去判定大家是否对自己的专业学习计划了解呢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问你 是否知道自己要学习的课程都有哪些 那这些课程的话 你是否有看过 是否有了解过 还是说中介跟你说了一个学校 我就以这个学校去签了 他说不错 我就以这个学校去签了 具体要学什么课程我也不知道 那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会被拒签的 所以大家注意一定要详细的看清楚 自己都会学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以及实习的话 有没有什么要求了 最后我们要取得什么样的文凭 然后就结束了 那这期间的话 可能对于你之前 如果说是已经学习过类似的课程 比如说本课阶段 那又要小心 可能会问你这个课程 会讲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需要大概的能做一下总结 对这个课程做一下总结 之前学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以及这个课程会讲一些什么 那第三个弊问的问题就是 你取得了这个文凭了 那你接下来打算做一些什么呢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职业规划了 职业规划的话 很多小好备都是听说 一定要详细 那我之后的话 我想去哪个哪个公司 这样这个公司特别的有名 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公司呢 他可能会这样来问你 我经常在给大家做面签对电的时候 我就一定会往下面问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公司呢 为什么没有选择同类型的其他公司呢 这样大家该如何去做到呢 如果这个问题的话 没有认真的思考过的话 大家的脑子一下子就会空白了 所以一定要思考一下 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公司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学生 就是学法律的 未来的话要去一个律所工作 这个律所的话 主要从事的是国际诉讼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比如说为什么你要去这个律所呢 因为这个律所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教授在讲课的时候 经常提到过的一个律所 也是我们学法律专业的 大家梦想去的一个地方 这是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律所 这些等等 列出来一些自己的主观的这种情节 为什么要进这个公司 以及你想从事的职务是什么 你对工作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其实法国的学校特别注重于培养对象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职业规划 是否跟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一致的 因为大家经常深专业植入的小好伴的话 应该清楚 法国拒签的一条理由经常会给到 就是你的职业规划的话 跟我们的培养目标不一致 所以高教授也会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大家注意一下 那这就是我们在面签的时候 大家一般情况下都会被问到 旁敲侧击的问到的一些问题 可能问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整体的中心都是在围绕着这些在进行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准备一下 但是准备的时候的话 不要去背这些东西 一定要把关键词查一下 自己试着用自己的话去表达 找一个人跟你去对练一下 好了最后就祝愿各位小伙伴 都能顺利的拿到签证 我是马克老师 如果有任何的法国留学的问题 也欢迎资讯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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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